MWC 2018 大家好,我們現在在MWC 2018的現場 看到的是H&D帶來的Nokia目前最高階的一支支援手機 Nokia 8 Serico 其實這支手機跟以往我們認知 由H&D接手的Nokia手機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它沒有再去強調一個超低的價格 也就是高性價比的一個部分 它的價格其實非常的高 它在歐元的售價要超過700多美金 其實是相當頂級的一個價格 那相對於來說它的整個設計 它的用料還有它的規格也都是比較不錯的 那包含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第一個映入眼簾的這個大螢幕 它是一個5.5吋的2K的PoLED的顯示器 而且它是一個曲面的 所以整個質感搭配一個曲面玻璃 它的質感就非常的漂亮 正反面都是曲面玻璃的一個設計 那它的硬體規格它包含一個S835的處理器 6GB的RAM還有我看一下 是128GB的內存空間 所以說它整個配置其實 雖然沒有到現在的頂級規格 但是也可以說是非常的高檔 那背面相機的部分 可以看到它是一個雙相機的設計 包含一個1200萬畫素 跟一個1300萬畫素的鏡頭 而且這兩個鏡頭 全部都是蔡司認證的 那這兩個鏡頭搭配起來 它就可以去做一個 兩倍的光學變焦 那這支手機它也支援一個無線充電 音效的部分 也有Nokia特別調校的特殊音效技術在裡面 所以說整支手機 其實說是目前Nokia品牌 應該說是新Nokia品牌質感最好的一支手機 也不為過 整支手機拿起來其實是蠻高級的 不過它左右這個削邊的設計 我覺得也是蠻特別的 讓這支手機看起來更薄 但是它拿起來就有一點刮手的感覺 不過這支手機它感覺非常的輕 所以拿在手上的幾乎是沒有負擔 我個人覺得 怎麼說呢 應該還是Nokia目前最能吸引我的一款手機